陈东创作 头驼渊 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 平海临风 第2123集 轮回路上 楚风大开杀戒 满身是血 他刚才击毙了所有人 连那位满头金发的女子也被他涂掉了 血量长刀前 一颗美丽的头颅飞了出去 连魂光都随之杀灭 他心中波澜起伏 有焦急 也有顾虑 他看到了妖妖出手 更看到那个腐烂大羽机生物 楚风知道 元族二仙之一就是妖妖的大仇人 元族这个劲骨得道 成为腐烂大羽机的强者 就是害死妖妖祖上的凶手 当年 更是在妖妖爷爷身上栽种母金 都是出自他之手 羽上天尊一生的悲哀 即是由此人一手造成的 现在 这个腐烂的大羽生物来了 他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敢发现的惊艳女子 是羽上的后裔 不然的话 无论如何都要全力以赴下死守 这时 轮回身处九道一南南 那位再次演绎了一切吗 我感受到了 他死死缕缕的悲于喜 他来过 他还在这里吗 这时 轮回身处九道一南南 同时 他的眼底中也有冷芒 逼是轮回路身处更强大的狩猎者 你们究竟是谁 为何盘踞在这里 敢沾染无边大因果 很快 他也注意到了外界 双目射出两道冷冽的光束 元族 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不知道楚风是我第一山的记名弟子吗 小被争风也就罢了 我懒得理会 哪个老不死的活腻了 你就再出手试试看 我 多了你的狗爪子 狗爪 狗爪忍不住弯那一声低吼 呲牙咧嘴 那位的后院真的存在吗 这时 刚复苏不久的矮小老者 竟也要入轮回路身处 九道一早就进去了 现在 连自明山中复苏的矮小老者也悚然 并以身试险要进轮回路身处 这怎能不让人多想呢 一片哗然 而后人们的后背是阴冷与冰寒的 预感到今天多半要出大风暴 与那位有关 绝不是小事 那位的后院几个字而已 足以撼动万古青天 嗖的一声 时光经文的开创者 那个矮小的老者消失了 进入轮回路身处 若是其他人躲避还不及呢 谁敢以身试法冒闯轮回呢 但矮小老者这种生物绝对没问题 肉身肚恶徒 敢置身前去往生之地 有堕落真仙猜测 若是以他们那一届的等阶来衡量的话 矮小老者多半是一位 准堕落先王层次的生物 或许可以去掉准字 他就是一位真正的堕落先王级生灵 这就有些震撼人心了 这个等阶的进化者 无不乏力滔天 举世难寻匹敌者 九寇观众都是当年的人吗 灌骨绝肌 曾经叱咤风云 是随那位征战过整片古史的 那些无上生灵吗 九道一身体发抖 强大儒他都有些站不稳 他只能确认出一位 诸宏大观中是那位的亲子 他走过去了 进入一片模糊之地 那里是轮回路的最深处 他在探索 他在祭奠 饱含着感情 其他人都在关注 但却看不到 也不敢亲临 毕竟那里是轮回地 有着太多的秘密 难道那位真的曾在里面 其余此地 现今他还在吗 外面两界战场上 元族的二仙 却是神色冷冽至极 刚才被九道一呵斥了 现在他们眼底身处 都是无尽的杀鸡 虽对魂河之战有耳闻 但他们终究是没有亲眼看到 并未动彻真相 所以 他们对九道一的敬畏 只是流于表面 内心还没有达到 无比恐惧的地步 根本不知其深浅 并且 他们现在的立场完全不同了 早已不指望阳间 甚至不指望诸天 早在很多年前 就投笑诸世外了 尤其是现在九道一 进入轮回深处了 去探究内未的生死之谜 他们两人目光阴冷 再次锁定处风 因为 元族二仙有种感觉 这个少年的身上有大问题 现在不尽早灭掉的话 将来可能想杀都杀不了 甚至 他们有种可怕的直觉 这个楚姓少年将来会是大灾患 会为元族带来灭顶之灾 当体悟到这些 在禁谷成道的腐烂 大禹籍元族强者 忍不住又要动手了 他要杀之而后快 管你是危机 还是潜力无边的祸胎 现在除掉的话 一了百了 不用为未来而忧 所以 曾经害死 邀邀祖上 让羽上天尊一生悲苦无依的 这位大羽鸡生物 不惜得罪第一山 也要下手了 而元族二仙中的另外一位 古老到岁月无法考证的 纠集生灵 第一时间配合 暗中准备抵住 邀邀身边的黄牙老者 突然间 元族二仙就发难了 雷霆出击 要弄死处风 黄牙老者 与邀邀都是第一时间警醒 迅速拦阻 黄牙老者 是有真仙级战力 刹那而已 与那元族的老旧级就对上了 两者间爆发赤胜光芒 像是开天辟地 两轮大日升起 熔炼虚空 将万物都化为虚无 他们的交手太可怕了 秩序断裂 如同柴火在焚烧 有太初的能量弥漫 有宇宙寂灭的气息笼罩 惊涉了天上地下 而元族二仙中的另外那位 大鱼生物已经抬手 向着轮回路中抓去 隔空摄取处风过来 到了他这个层次 真想要杀纠结以下的生灵 真的太容易了 哪怕是大能中的横子被盗来 他也能一只手就灭掉 至于大自卑的 他一根指头就能戳死 若乱境界的话 楚风还不算是真正的大能呢 还差个后脚根 没有全面迈进去 所以这要让此人击中 刹那就要行神 结成鸡粉 血泥都剩不下 有些人呵斥着 你敢 但是来不及阻挡了 具备真先实力的生物出手 速度太快了 有几人可挡 甚至说 又有几人能看清呢 许多人都只是凭直觉判断 眼前只是一花 天地间就被秩序贯穿 以至大手掘开了轮回路 要点死楚风 李大黑 你真坑啊 老古是目瞪欲裂 虽未看清 但是他知道楚风要完了 而这一次 李达还是没在附近 谁都明白 真先生物动手 楚风必死无疑 根本不可能挡住 而元族这位腐烂的 大羽鸡生灵 绝对有这种战力 他是阳间 禁谷以来 有数成道的人之一 甚至可能是禁谷唯一 最起码 明面上是如此 所以元族这位腐烂的 大羽强者 一向是说一不二 他天资太高了 实力极强 敢号令禁谷以来 诸族进化者 楚风的身体飞了起来 被阁空从那轮回路中 摄取出来 直接飞向那只可怕的 黑色大手 那只手看起来很粗糙 但是每一条纹里 都是规则 都是道文 故此 捕获究极以下的生灵 实在是太轻而易举了 在大手周围 空间都在塌陷 时光都不稳固 有光阴碎片飞舞 景象极其可怕 传言果然是真的 原族亦有不完整的时间妙述 所有这些都是电光 石火间发生的 快到人们反应不过来 出乎众人的意料 楚风被摄取到半空 被拘禁的过程中 他一点都没有慌乱 而是双手持血量的长刀 向着那只大手劈去 他 疯了吗 这样有何用啊